今天晚上,随着加苏苏宁主场3比2击败先进太达,中超首轮八场比赛全部结束。 受到中超新的U23政策的影响,16支球队并非都有了3个U23球员的名额,首轮只有28名U23球员上场,仅有3人打满全场,没有取得进球,只有一次助攻。 总细来看,U23球员的发展空间不容乐观。 在首轮的比赛中,只有广州富丽、黄正宇、马俊亚、陈伟明、深圳家赵谢、祖鹏超、李敬庆、周、新、河南建业、刘鹏、杜尚杰、杨国元、和天津太达谢为君、王正豪、毛浩宇、都四支球队派账了3名U23球员。 山东武能、段刘鱼、刘超严、北京人和刘柏洋、刘新玉、上海申花徐瑶、刚、从镇、武汉朱尔、黄博文、郭田宇、北京国安、张玉宁、王子宁、仲、静思文杨顺、迪丽木拉铁等6支球队派账了2名U23球员。 广州恒大将修为、上海上港、魏震、河北华夏幸福、陶强龙、大连一方。 王进贤等4队,派上了一名U23球员。 天津天海、江苏苏宁这二支国欧球员大户都没有上U23球员。 这28名球员中,只有北京人和的刘柏洋、广州恒大的张修雷、上海申花的徐柚干这三元踢满全场。 有7人是在捕食阶段上场拖延时间,或为了完成任务。 28人没有取得进球,只有张修雷贡献了一次助攻。 这28人中,多以忠厚场球员为主,总共只有6次射门。 其中北京国安的张修雷一员就生了三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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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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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